人文風情 人文風情 人家說入境要隨俗嘛 可是有時候你真的入境 你不知道他的俗是什麼 對 然後說我有一次我揪團去北韓 北韓的話就很多景點 這個我們去到這個 什麼東西 對…他們的這個偉大領袖的 銅像前面 這個導遊就說 等一下我們要拍照 可是有一點一定要注意的 就是說你在領袖的銅像 或是照片前面 夜 這樣不行 絕對不行 或是反正就是要跳躍的愛心 什麼都不可以 對 其實是什麼都不可以 比讚也不行 還有一個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 對不對 如果不知道他就溜臉 我來考驗一下 還有呢 然後只能用一種知識就是例證 尊敬 對 而且你在拍的時候 不可以只拍半身 或是只拍局部 我就要講這個 不能拍局部 對 不能拍局部 你要拍全部 對 你只能拍全身 然後還會檢查 你的那個構圖 是不是把領袖的全身都拍進去 你不能只拍一半 即便是同性 對 即便是半身什麼都不可以 對 非常的嚴格 所以已經 這個 然後導遊就說 之前有人就是 比了夜之類的知識 其實夜在台灣算還好對不對 可是對他們就覺得 你侮辱到我們的領袖 所以就被帶去小房間約 這樣也可以侮辱到他 對… 這個是 很容易耶 對啊 跟他的政權有關係 對 因為我那個時候是去秘魯 我就覺得說 秘魯應該是一個觀光的那個 就是大國 所以他們對於那個觀光 應該是很開放 然後我當時是到了那個馬丘比丘 馬丘比丘它就是其實都 現在都已經剩下一些 就是很古老的那些斷圓殘壁 遺跡這樣子 然後我們當觀光客的 如果我們到這種 就是特殊的風景 我們一定會做一個動作 就是跳起來拍照這樣 2 3跳這樣 而且還可以撿耶 你就是去每個地方都跳跳跳 然後就會變得就是連續畫面 這樣子很好看這樣 然後我們在 就是我們這樣一個一個 就站在那個牆壁前面這樣子跳 跳到我的時候 突然就有一個 就是他們的那個 那個原方的工作人員衝出來 No jump…這樣 他們就說 這個地方是不准拍 不准跳的 他說因為這個地方 對他們印加文明 是一個神聖的地方 所以你站在這裡的時候 你要用很穩重的步伐在走 這樣子 對 然後我就說 也合理啦 你說那個斷圓殘壁有沒有 對 他很可能是他們的遺跡 對… 就是好幾百年下來的遺跡 還是你是剛好站在人家的祖墳 是有這個可能性啦 可是我不知道嘛 好像滿合理 就好像如果我們參加什麼 就是大祭拜的活動 然後有觀光客在那邊跳 好像也是怪怪的 怪怪的 但是他嚴格到 他就開始檢查我的那個手機 就跟剛剛那個女一樣 看有沒有跳的畫面 對 把之前有跳的 就全部都刪掉 之外 你的動作如果是太輕浮的 或者是我 我還有在裡面跑步的這樣子 對… 全部都要刪掉 就不能這樣 這也不行啦 包含你在裡面 連走路的速度 他都會有要求 你不能… 對 你不能在裡面像 就是跑太快 跑上跑下 在巷子裡面穿梭這樣 就是要很優雅的走這樣 然後那個時候我是因為內急 我就是想說糟糕 我就很急 再想要上廁所 我就是要這樣子夾著那個腿這樣子 然後在裡面很像進走這樣 好可憐 很辛苦 很多地方不能帶自拍棒喔 對… 對… 光環球影城就不行了 對 以為可以帶的地方 原先都不知道 來 宋哥 我這一次去慕尼黑的時候 我覺得我是因為被陷害 所以才發生這一件丟臉的事情 我被我姐夫 因為我姐夫他是德國人 然後我們去 加到德國 加到德國 然後我們那一次去慕尼黑 大家想說OK 從他家 他說有一個 因為我們都帶小朋友 從他家到B點這個地方 有一個非常 環境非常好的一個公園 可以大家帶小朋友去那邊玩 從家裡到B點 對… 我就說那我們大概要走多久 他說大概20分鐘就到了 然後我就說好 那算滿近的 因為德國那麼大 20分鐘很近 然後我們就這樣走走 走之前我姐夫就問我說 我們等一下走的時候 要不要喝一瓶啤酒 一邊喝一邊走 我就說當然要啊 然後我們就一邊喝 然後一邊聊天 然後一邊走… 然後大概走了25分鐘 我就說到底到了沒 我啤酒已經喝三瓶了 然後我姐就說 因為你們的那個速度太慢 所以再差不多15分鐘就到了 因為平常他們可能推小朋友 他們都走很快 或者他們騎腳踏車嘛 OK 然後好不容易 還喝啤酒 對 到了目的地 你知道啤酒瀝尿 我就跟我姐夫說 這邊哪裡有公車 我需要去就是宣洩一番 對 然後我姐夫就說 因為我的小名叫啤啤 我媽都叫我啤啤 然後她就說啤啤我跟你說 我們德國人啊 我們就是你有沒有看到那邊 都是草叢 OK 還有大樹 我就說很多啊 怎麼 他說因為你要到公廁 你可能要到地鐵 那個要走很久很久 所以很多德國人就是到草叢 遮屁好之後你就可以去尿尿 然後我就說真的 我說所以你也會這樣做嗎 他說當然 德國人耶 然後我就說OK 我說那好 我就拿了幾張衛生紙想說OK 我就找一個就是樹都有遮住喔 草叢也高高喔 地上都有乾掉的樹葉 我就褲子一拖這樣子 蹲下來在尿的時候 我就一直聽到有一個聲音 一直逼近 就是那種踩… 越來越近 然後想說是誰啊 就是是我姐她們也要尿尿嗎 結果一回頭是一個 好 No… 然後就一直用德語 一直在感覺她就是在臭罵我 超尷尬 而且妳還沒穿褲子 我還沒穿褲子 而且她的距離 就是你知道我這樣子拉的時候 她說她基本上一定看得到我的屁股 這麼靠近 然後很靠近 然後我就臭丟臉 然後我就拉起來 然後她說Here No pee… 然後我就OK Sorry… 然後我就東西拿了 趕快跑出去之後跟我姐夫說 那個女生眼神講得No pee 很丟臉 後來我就跑走 然後跑到我姐夫 她的視線的時候 我姐夫就指著我一直在大笑 她就說被人家發現了對不對 我就說對 我就說那個人說這裡不可以屁 然後她說當然這裡不可以屁啊 妳在台灣會在妳那個路邊 路邊這樣尿尿嗎 我說不會 她說 不是… 騙妳嗎 為什麼 好壞喔 讓我丟臉 好丟臉 是被設計的耶 對 妳有沒有在國外出過最大包的 去埃及嘛 每個人都要去金字塔 金字塔的時候 我那時候其實是 自己想要拍一個紀錄片 所以我就弄了一個小白板 然後就在金字塔前面 跟各國的遊客就 小白板上面就寫什麼 Friendship 或是Love We are the world等等 然後就跟各國遊客拍得很高興 然後就這樣子拍… 我的埃及朋友帶我去金字塔 他其實對政府好像有一點不滿 所以後來他就把我們的小白板 很用力的拿過來 寫了一個字叫做Peace 然後大家覺得Peace很正常對不對 然後就開始拍 對 那為什麼 然後金字塔就說 你們到底在拍什麼 妳就說拍這些啊 什麼Vlog啊 Vlog啊 Friendship啊 對 現在 然後就說你為什麼要寫Peace呢 有什麼主張嗎 是有什麼看法嗎 還是想要宣傳什麼嗎 然後我就說我只是外國人 我才剛來埃及幾天而已 然後我等一下過幾天就要走了 然後他就說 好啦 我看你也是一個就是 普通的遊客 沒有說要做什麼 但是你們這個不能再拍了 之前拍的什麼 Love Peace啊什麼之類的 就是那個Peace那個就一定要刪掉 我也有曾經去埃及 然後當時我是在那個 開羅的一個Bazaar 你一定去過埃及 是嗎 這個好新喔 真的太新了 還沒有吃過 長得像沒有駱駝 長得像駱駝 長得很像駱駝啦 超像的 長得很像駱駝啦 超像的 對啦 CAMO… 好啦 CAMO… 我那個時候跟我朋友一起去 然後我們在一個當地的那個 Bazaar的那個街上 OK 然後我就很自然的 因為是在市場 然後也不是什麼特殊的那種 觀光區 我很自然的拿起手機來 然後就是要開始自拍這樣子 突然就有一個是 也是穿著制服的那個警察衝出來 然後就 然後就說這邊不能拍照 然後我就想說怎麼可能 就是市場啊 觀光地區的市場 市場 然後我當下打發了他之後 我想說 因為人家這樣子 我就反而有一點叛逆 我就想說好 沒關係 當地人他可能也覺得奇怪 沒有看過駱駝這樣 為什麼 還雙瘡的… 突破自拍 那你說拍是在鼓勵他嗎 然後 突破自我 後來我想說好 那你就說No cell phone 我想說好 那我就拿GoPro嘛 我就拿了GoPro 開始在那邊就是想要拍一下 紀錄一下這樣 同一個也是一樣衝出來 No… 他意思是說這邊不能拍 這就算了 我就想說好 那我就Follow你的規則嘛 我就倒不要拍 整個那個市場我就開始就是逛 要找吃的喝的什麼 他就開始一直跟著我 然後他在看我有沒有隨時 我把手機拿出來 他就準備要來 就是要抓你就對了 對 而且是要收費的 就是最後他還用他的那個 無線的那個對講機 然後就一付就是好像要 隨時把我抓回警局的那個樣子 就開始聯絡轄區的什麼… 後來我就真的乖乖付了 好像20塊美金吧 那個他就沒有在跟我 他總共跟了我大概10分鐘 好奇怪喔 他一路看著我 沒有把手機拿起來拍照這樣 你感覺是被訝炸了的感覺嗎 對 然後 但是他是穿著警察的制服 而且拿著那個對講機這樣子 沒有給他那麼的照片 對 我就覺得 他們好像真的是很敏感 所以當下還是不懂 到底是什麼東西 對 我也不懂我犯了什麼錯這樣子 就像我們還是不知道 PACE是怎麼了這樣子 他們國內的情勢有一點複雜 跟當地的宗教有抵觸到什麼 不知道 他可能就是覺得說 政治吧 他可能就是覺得說 你所謂的和平意思是叫我們政府 不可以抓私想犯嗎 還是怎麼樣之類的啦 所以他就說 你所謂的PACE是什麼意思這樣子 他們怕可能一些廣公課 會假裝是廣公課 可是其實他們是什麼 要去那邊宣傳什麼東西 都很激進的 對 我覺得我們有時候 如果不了解當地的網話誌 真的會不小心追人家的 你還勸我們耶 真的 到時候 我們什麼文人訂得久了 我們都沒出過茶的 你還勸我們 笑死 怎麼了…你去哪裡 我當初是第一次去馬來西亞 我去馬來西亞 那很好溝通 很好溝通 英文 中文都可以啊 買烘湯 是不是 是烘湯對不對 結果好幾次 沒錯 新馬王子 新馬王子 對… 我跟妳講整個故事 妳幫我說是不是真的還是假的 OK… 就是我這個馬來西亞朋友 帶我去一個 孫子他們的一個很大的夜市 好熱鬧 然後我們就開始邊吃邊走 我就看到一個 買漫畫的一個店 然後到那邊 其實還滿大的好多個選擇嘛 是 結果我可能已經被養花習慣了 就是我去了好多東南亞的國家 像越南 泰國 外尼 就是殺價 是一個當地人覺得很樂意 可能就是廣告區去玩的遊戲 所以是不是就是很正常啊 所以我就賣了一本書 我就說這個是我還沒看 我就去結帳嘛 我就跟那個圓 這個…可以打折嗎 只說不行 沒有打折 我說如果買一或二 沒有 同價 然後我想說同價 是買一雙一的意思嗎 說No 兩本書 你很拗耶 你超拗的 根本是大媽 1 4 3 可是我想說他是不是在跟我玩 我說那可能兩本不過嘛 然後我就跟他說 好 三本書 四本書嗎 五本書 You don't have eyes Look book under book Price there is price No discount 然後說那如果十本呢 他就發瘋了 他說 他就發瘋了 超弩的 超弩的 You buy my whole shop My whole shop Same price no discount OK 他說馬來西亞如果已經 說好那個價錢 你不要再撒價了 他自己不二價 對 這在台灣也有一些價錢 其實跟我們也是一樣 台灣如果有標價的 不二價 對 他就你不要再來 不要討論了 像我們上次馬來西亞也是買一個 他就這個價錢 我就這個價錢 對啊 多少錢 對 滿貴的 五百多塊 馬幣 五百多塊 就給了這樣 然後送我們到門口 出來 我們偷了兩個 等一下 什麼啦 怎麼變成這樣的故事 下次我知道 三個 下次我知道 來黑牛 你也遇過 有… 黑牛 你去哪裡玩 你也偷人家東西啊 沒有 沒有啦 怎麼… 我是在那個日本 然後你知道我在日本 日本人 很多小時已經 我在那個飯店 飯店裡面就有那個完全 就是底下 對… 然後我就在上面 我就說好 我先在上面 這邊洗澡 然後我等一下就是去樓下那邊 我直接不用洗澡 他也直接泡完全 我到那邊 然後我看到一個老人 就一直電腦看我 然後我就說 他是不是覺得我太帥了 還是很多肌肉 然後我… 對… 我來輕一點 我就衣服都脫掉 然後我帶那個 往那個到完全 然後我有越來越看那個 靠近他 他越來越看 我的腳也要這樣進去他就 然後我就 叫你出去 對 他就這樣 然後他就說 就是給我那個你要洗澡的感覺 對… 然後我就跟他說我 已經 然後他就好像也越來越善忌 然後我就說 你要去洗澡 他沒有 我已經洗完了 我已經洗好了 他看你黑黑的也沒洗 要開始洗澡了 然後我就越來越跟他講 他就越來越善忌 我就覺得好了 我還是洗澡就好了 你就隨便噴個水也好 對 我隨便觸碰一下 對啊 這其實是滿重要的禮儀 其實日本人對於泡溫泉 有滿多的禮儀 第一個除了就是 你在泡溫泉之前 一定要把身體洗乾淨 要沖過澡 對 一定要全身都洗過 而且要非常努力的搓洗的樣子 第二個就是 他們其實非常顧忌 他們害怕這個 傳染 不是 這個刺青 就是身上有刺青 他有刺青是不能上去 對 是不能上去 印象就是覺得說 有刺青的人一定是黑道 然後他們對黑道是非常的 算是劃清界線非常非常的嚴重的 有些會寫說禁止入獄或是什麼 沒寫的你也不能進去 對 也不能進去 所以後來有一種貼紙 就是你把這個刺青的部分 先貼掉再進去 膚色貼紙 這也是滿幽默的 對 滿幽默 還是就是一個叉叉說 這不是刺青 很奇怪的啦